Hello 大家好 我是Vaya 今天这期视频是做一个我的空瓶剂 就是现在桌子上这些 如果对这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那就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分饼 这个之前我有在视频里面说过这个 然后我现在用完了 就用它感觉里面量不太多 然后用的挺快的 不过好在它便宜也就 三四十块钱那样吧 其实这个我没有用那么光 是让我摔地下摔就摔碎了 当时不过当时已经铁皮了 中间这一块都铁皮了 就只剩边上一点 然后让我摔碎了 然后就刚好用完了 这个就是白色透明的那种 白色透明的那种粉饼 就跟涂上那种透明散粉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压成饼了 然后这种就是你用粉铺毛绒绒的那种 就是棉花糖里面那种就不就可以用 然后铺到脸上就是这种油光的地方 然后瞬间就压光了 这个粉饼不能说细但也不是很粗吧 就是这个价格算是挺好的了 然后毕竟便宜嘛 然后不能要求像大牌一样那种 但是就是在脸上也绝对看不出来粉很粗那种 就不会妆感很重 毕竟它也是一个透明的粉饼 然后这个就挺值得 我觉得挺值得购买的 然后下一个下一个是这个眼霜 雅士兰黛小棕瓶这个 里面还剩下一点点挖出来 它里面的里面的膏体就是就是这种 感觉有点像有点半褶梨半面霜 半褶梨半霜的那种 然后就是这样 这个我觉得我涂到眼睛上面的时候 就是刚涂上在眼睛周围又无名指这样按摩 打圈的时候就能感觉到它会有一点点的发热 然后气味的话就 反正不是一种不是香味 就像这种像这种质力的 既不会觉得就不滋润或怎么样 也不会怕它就长脂肪力 但是眼霜还是要就是用你的无名指 好好去按摩帮助吸收的 然后我用这个感觉就是 反正我的习惯是先涂水 然后眼霜精华再涂乳 然后涂完乳就是等我上妆的时候 感觉眼下就不是很滋润 就还是感觉会有一点点感 不过也 现在没有啥感觉 我就总觉得就是护肤品啊 眼霜啥的 就是你刚开始看不出来有啥效果 可能是等老了才能看出来吧 感觉护肤就像是一个玄玄 你不用吧 你会不安心 然后你用了吧 你又不知道它好在哪里那种 然后我的皮肤是那种 不容易过敏也不容易长痘 就是撑墙皮的那种 所以我用啥都差不多都用那种保湿的 就是基础保湿的就行 但是基础保湿的我之前有用无印良品 然后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自己长大了 然后就觉得自己长大了 就用那种便宜的心里有点感觉不踏实 然后就是有种把亏了自己的感觉 然后我就用稍微贵那么一点点的东西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是这个费乐家的那个玻尿酸精华 里面还剩还剩下一点点 为了给大家看一下质地 看一下 然后它的管就是这种低管状的 这个这个瓶应该是啥 玻璃的吧 然后就这样挤出来 我一次大概也就是用这么多吧 然后涂到脑门脸颊 还有下巴跟鼻子 就跟小时候涂那种强声啊 就是什么血花膏那种 那些位置 然后流动性是很强的这种 但是涂上就是感觉会黏黏的 刚摸的时候是很滑的 然后你这样就这样在脸上拍开 这个味道很好闻挺香的 然后拍开 等你脸上吸收 反正我的脸不是吸收东西很快的那种 然后我的手脸是 我可能是涂那么多 然后在手上这块面积小 然后来说涂多了 然后是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 是那种黏黏的 然后等它吸收一会就行了 反正外边还会再涂一层乳 我刚用的时候它有一点搓泥 然后后来就 后来就好了 刚说的搓泥 我手上 这就搓泥了 可能因为涂太多 这个要就是少涂一点 我用这个东西 它是有时候搓泥 有时候不搓泥 就像这种 这种时候它就搓泥了 这个时候可能是因为涂的太多了 然后涂脸上的话 它少涂一点 然后用手按摩时间长一点 然后再涂爽 然后下一个厚的水盐 这个水 我这个是那时候天还 就是天气还热的时候买的 就是说这个清爽嘛 但其实我用的水是挺清爽的 就这种流动性非常强 就是那种普通的爽呼水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也是香香的 我脸上还挺舒服的 就很清爽 不黏 也不油 就是普通爽呼水吧 但是味道挺好闻的 这个水是很清爽的 然后乳 就感觉 可能还是因为我的脸不太好吸收 这个质地就是这样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很清爽的 但对我是一个混油 然后我皮肤吸收又不是很快 然后相对我来说 就有那么一点点油了 如果你要早上涂的话 化妆 你就涂完之后 你就开始上隔离 或者妆前乳啥的 然后再直接化妆 再定妆 就不会感觉到它油它黏或者怎么样 但是晚上涂的时候 对 就是这种 反光 看到 我的脸上 就是这样 但是 等到 你涂完 等到你睡觉 躺到床上的时候 也吸收的都差不多了 反正不会 不会有那种情况 不会有你第二天早上连起来 就是 油光满遍 油油的 然后就感觉 像是前一天晚上用的东西 没有吸收那种感觉 所以用起 总体用起来 就 这个水乳 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 小松瓶眼霜 还有 菲乐家 玻鸟酸精华 还有 水盐的水乳 就用起来没有觉得 不保湿啊 就是 怎么样 反正 就用着 还是 很保湿 很 很滋润的那种感觉 剩下这些都是 卸妆水之类的 哦不对 这些还有一个喷雾 这个是 理肤全的 喷雾 就感觉像是 就是喷了 喷了自来水一样 然后喷到脸上 在既不保湿 然后一会就干掉 干掉跟没有喷一样 然后它这个喷头 自从我用完 就国产那个 宜莲的 喷雾之后 这个喷头 我在用我就觉得 像是个水龙头一样 就脸上喷的全是水珠 然后宜莲那个就是 然后宜莲那个就是 雾面的 然后那个 上面写的是 玻尿酸 玻尿酸喷雾 然后我之前在微博上看说 宜莲是 弗瑞达旗下的 然后那个是 就是玻尿酸 供货商 所以说里面含的有 那个玻尿酸 然后喷完 感觉确实要比 这个好一点 就感觉那个像是 一个护肤品 然后这个就像是 里面灌的水 然后喷到脸上一样 反正我用完那个 就觉得这个 真的不好用 剩下这些都是卸妆的了 从这个开始说吧 这个 这个是 慢丹的 眼唇屑 这个 其实我早就 用完了 然后我为了放便袋 把里面灌上了 背的码 然后一直用着 不过这个瓶子 还是 慢丹 那我就 把它说一下吧 我 最开始用眼唇屑的时候 用的是 美宝莲那个眼唇屑 然后后来我用完 我就想着 那我换一个试试吧 不能使用那一个 然后换了这个之后 我发现 这个比美宝莲的 要好用 好多 就是 我觉得 比那个卸的干净 但是没有那个 那么油腻 就是跟那个一样 也是水油分离 然后你 敷到眼睛上 等一会儿 然后把它擦掉 比那个擦的要干净 价格的话 反正都是 都是这种评价的 都差不多吧 然后下一个 下一个是一个 卡尼尔的眼唇屑 我是看到这个紫色 很好看 也是想着要多试一试 卸妆液这种眼唇屑 然后我就又买了这个 然后这个到现在 也差不多快用完了 留这一点 是为了做这个 空瓶剂给大家看 然后它 也是水油分离 要完之后 就是这种 非常浅的淡紫色 这种感觉的 颜色是挺好看的 然后我是觉得这个 没有慢单的好用 它也是有一点 它要比慢单的油吧 但是 我觉得没有慢单的 卸得干净 所以总体来说 我还是更喜欢 慢单那个 这个也是 特别便宜 要比慢单便宜吧 果然一分价钱 一分货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卸妆的能力 就黄成这样 混合到一起之后 倒到化妆面上 然后把它 附在上面 停留一会儿 然后 三二一 澡掉 其实还挺干净的 还不错 它上面感觉会有一点点 后空的 然后擦掉之后 的 就是卸妆面 就是这样 这个性价比 还挺高的 但是会觉得 要比那个 慢单要油一点 就在眼睛上的感觉 不过还是很好用的 它很便宜 而且颜色还挺好看的 是我喜欢的 所以 就是 你们如果 就是用腻了 现在的眼纸 你卸的话 就可以买卡尼尔 这个特别便宜 然后又还挺好用 卸妆能力还挺强的 下一个是 一个 贝德玛的 这个 它上面是 按压嘴 我特别喜欢这个 感觉很方便 就是 直接把化妆棉 把化妆棉 放在上面 然后就 就挤压出来了 然后比那种 打开盖 往上倒的 要方便很多 然后这个好像是 去年 还是 还是前年 出的这个按压嘴 然后我当时 在朋友圈代购 有看到 然后就买了这个 贝德玛 我也是用了 有三瓶了 粉水跟 这个 蓝水 我都用过 但是 都不是都说 蓝水用 油皮用 然后粉水是 敏感肌 还有干皮用吗 但是我觉得 我用着 都是 都一样的 反正用完都挺干的 我觉得 不过 我之前还用过 那个卸妆黄后 不是说是这个的 瓶价替代吗 其实我觉得 它比这个 差远了 就是 贝德玛 在这个价位来说 我觉得算是 卸妆能力跟 那个卸妆的感受 算是 稍微好一点的了 然后我最近是买了一个 那个 姜元道的卸妆水 我觉得 真的是 真的是比这个好太多了 果然是 价格算下来 是要比这个 贵一点的 但是那个 比这个要好用 我用完那个 就非常嫌弃 这个 其实我 我只用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它还挺好用的 然后 就一直有回购这个 后来 我用完那个 我就觉得 要一直用那个了 然后下一个是 然后下一个是 一个 柚子的卸妆 褶 它的 质地 就是 快挤不出来了 但是还有一点 也是为了 拍这个视频 哦 出来了 就是 它质地 就是这种 半褶梨状的 然后它的味道 特别好闻 然后就 很想吃的那种感觉 就是 蜂蜜柚子茶 就我之前 以前就是买那种 一罐一罐那种 全南的蜂蜜柚子茶 然后它的味道 就跟那个特别像 每次我卸妆的时候 都好想把它吃掉啊 我不是一直都是 用卸妆棉 擦眼睛擦脸吗 然后我就想 哎呀 这 年龄慢慢的大了 然后一直在这样 拉扯我的皮肤 会不会对皮肤不好呀 然后就 我又不太 我又不太喜欢 那种卸妆油 我以前用过卸妆油 我觉得脸上 油乎乎的 我很不喜欢 因为我是油皮 所以不喜欢那种 然后我就 买了这个柚子的 卸妆褜柳 感觉不太油 然后就 干手干脸 然后把它 再 敷在脸上 然后按摩 把你的彩妆 按摩 就是 洗掉之后 然后再用水 把这个 卸妆膏 给卸妆褜褂 给洗掉 然后再用一遍洗面奶 就是我总觉得这个 卸妆褂褂 它有一点点 假滑 就是你洗完 就感觉它跟 没有洗干净一样 但是 你洗了好几遍 它还是那样 你用完洗面奶 它还是觉得 跟有一点假滑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方法 没有用对 然后我这个人 又特别懒 我觉得 就这种 在脸上洗 然后再洗 就是 相当于洗了两遍脸 然后我就 不太喜欢这种 我还是 我还是喜欢用卸妆水 跟那个 卸妆棉 一起用 不过 我之后可能 还会再试一试 别的卸妆 搞啥的 其实这个溶解能力 它还挺强的 就是 我刚刚上面涂了口红 涂了有眼线笔 还有眉笔 然后现在大概就是 已经全都卸掉了 对 现在这样就是 看到它已经 把彩妆全部溶解了 然后 所以它是 可以洗眼唇的 然后就可以用 卸全脸嘛 然后下面我们再把它用 再把它用化妆棉 给擦掉 然后就 卸干净了 这它卸妆能力 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 我总觉得它会 是有点假话 不知道我是 没有洗干净了 还是 怎么样 还是就是 个人 就是个体差异 对 就是这样 干净了 然后再用洗面袋 洗一下 就可以了 好 那今天这期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这些空评已经 讲完了 如果这期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给我点赞 评论 发弹幕 关注我 就这些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好 好 好